各位,我是為了要做這個節目 哎呀 福江市總店,剛才大家看到 我簡直去一蘭間面廠 有些人看到,原來這麼小 對不起,你現在看到三分一而已 那其他人在哪裡? 後面 那你直廠總部看到什麼? 嘩,一蘭之心 我剛才拍的照片,廠房的照片是正門 這個是後面 因為總店其實沒有意外 總店也沒有特別介紹 其實我想帶出的引子就是 其實我想介紹這間廠 拉麵很重要,日本人的靈魂 但是真的去那一面廠 兩回事,我也很想看 大家看到這條路 只要進去那一面廠 通常呢 無論是日本的酒廠 其實都是一個所謂博物館的小小 特別招呼外人去看 去看照片 看到這條路嗎? 沒有什麼盡頭 周圍都是粥 很長 很優靜 陰雅 走完那條路就去到這裏 就看到這一個了 多久啊 那條路 兩三分鐘而已 一蘭 你們大家看到 去總店有什麼 其實都值得來看一看 不用收錢 不用 這些好得正 而且還可以在那裡吃東西 需要錢嗎? 要吃 要錢 但要排隊 這是合理的 但是有些所謂的市場 是? 歷史啊 是 公平的 歷史呀 大家很愛吃 ή蘭 最早是從1941年 不是不錯的 而且有照片後 有討解 是方便 發績的人不懂日文 大概想知道 這些其實這個 那個就是76年前在百貨店裏的拉麵抱 現在日蘭發展到那麼少分店 不是 那個是城市 城市裏面是有好幾間的 發展到基本上全日本都有 它包含經營一個 什麼叫道具 它的用法不同 即是說是器具 器皿 需要什麼製作 在上面所看就是在舖面上看到的東西 後面一路處理上是用什麼工具 不同的東西有不同的兜 有油 有醬油 有麵湯 還有有隔面那些東西 隔面一個而已 這麼多的嗎 不是 搓麵 搓麵 第一個其實是搓麵 搓麵 桌面上面就是那些器具 試一續藥 拉下一點 看看那些器具是怎樣 有油 搓麵的那些器具 怎樣提江揭領 即是拿其中一個步驟裏面的一個畫面 給你們看 讓你們知道整個拉麵是怎樣形成的 這個其實是很考心思的 碗放在中間 有那麼多的 好像散出去 我們稱之為Family Tree 即是一個家族的表 很巧妙的 所有步驟匯到那個碗裡 就整成了碗麵 這麼多的東西 這麼多的器皿 這麼多的醬油 湯 蔥 麵條 全部都放在那碗面上 就造成了一碗拉麵 剛才是聚了一碗做麵 現在一個top shop 拍照碗麵 包含了什麼什麼什麼 他會告訴你 這樣擺布 以前是圓的碗 現在是用長方形的碗 其實為什麼呢 是不是長方形擺位而擺 他有很多理論 但我自己覺得 為了要更新一下 品牌上面的標誌 這個是真機 這是真機 你真的在那裏買 那裏有一個地方 那裏就是吃東西的 有什麼品種 其實就在那裏 因為他沒有人下單 那間店或者麵廠裏 有什麼東西吃呢 其實這樣好過一個菜牌 他有相片給你看 你不用斷猜 不懂日文 這個不是借口 其實這個就是買一碗麵 然後他裏面收了命令 就會煮給你 最會跟著電腦屏幕 這個人的命令 就要麵硬 不要沖 又要什麼 又要加些什麼 加隻膽 小塊肉 多塊肉 醉不醉 剃不剃肉 這個就是電腦 其實不是科技 很簡單 只是我們不懂 其實處理得很簡單 他選了之後 會不會有一張照片 你選的就是這樣 讓你看 那當然不會 這裏雖然是麵廠順便給你看 但他的食物都算是齊全的 而且很遺憾 我自己沒吃過 他在麵廠限定版的做法 什麼叫限定版 即是他的麵不同 湯不同 我講不久給你聽 因為我沒有試過 即是他的湯什麼 有什麼分別才可以 好像在湯底上有少許不同 我下次再去福岡 我就早點去吃限定版 畢竟我自己覺得挺好的 讓人熟悉你的產品 其實開放一部分 是給別人看的 是OK的 有紀念品嗎 這不是紀念品 他沒有什麼紀念品 限定版 但是他有麵賣 哦 是傻傻傻傻去買麵 買了日蘭麵 不是道道友 他講明是福岡限定的 是 2000日圓有五個麵 即是400日圓一個 400日圓一個 二十多元 不用30元 都不是便宜 二十多元的麵 普通即食麵幾元一個 你去香港一蘭吃看是多少錢 這個就是粗一點 就是正常大家所看的 平日吃開的拉麵 明白 這是什麼 這個 就是大家普通 在其他地方的一蘭都會有的 都是拉麵 但是幼身一點點 嗯 就是剛才那個是福岡才可以買的 這個就是在日本全國的拉麵都有的 但是香港有沒有這個 我又沒有留意 這個就是剛才福岡限定版 我拆了一包出來 裡面一盒就有五包 一二 這個就是有趣 紅色的包就是辣醬 粉 就是他們最有特色的所謂傳統 就是一個珍貴的粉 一可能是湯 二可能是油 我是這樣估計的 味包一和二 都是有醬油和油 兩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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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覺得是處理得相當好 而且你不覺得它是味精 是重也不要緊 是 有的 我不是沒有 有的 但是它有相當部分是液體的醬油料和油料 是 有時候吃麵除了麵質 真的彈牙爽之外 其實你即食麵也好 出去吃拉麵也好 最重要 真的是那口湯 這個就是十號風球那天早上我煮的一蘭拉麵 我煮了一個蛋 溫泉蛋 麵質是相當好 我自己覺得是比出池一丁好 麵湯都可以喝光 雖然不是在一蘭煮 其實我想它也是 因為它既然在廠裡出 其實都是那些東西 這個福光限定這個版本 是不錯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得到 真的值得買來試 不過是在廠裡才有 好像 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 甚至沒有 你去福光市的一蘭都沒有 有那隻扁踢踢的 我發覺現在有時候送一些好的即食麵給人 那個感覺很棒 蛋白輕情以種